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连续函数它的定义可能是某些区间 区间由K区间 B区间 半开半B区间 那么 我们说 在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它具有一些特别的性质 具有一些特别的性质 而这些性质是开区间上的连续函数不一定具有的 那么 我们这里要注意介绍 因为这些性质在我们今后的学习当中 在数学分析课程当中非常重要 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好 第一了 是有界性定义 有界性定义 这个定义是直 定义 3.4.1 这个定义是这样讲的 Fx 在B区间 AB 上连续函数 那么 Fx 在 B区间 AB 上连续函数 那么这 Fx 在 B 区间 AB 上连续函数 那么 Fx 在 B 区间 AB 上连续函数 我先做个说明 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讲过连续函数 所谓连续函数呢 就是 如果函数 Fx 在一点连续 X 去向 X0 Fx 这个极限是等于 Fx 0 这是指函数 F 在 X0 这一点连续 那么关于这个连续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说 Fx 在 X0 连续 那么它在 X0 这一点的一个领域里边 它一定有界 这讲过吗 那么这是连续函数 它具有什么 我们称为是绝部有界 就是它在哪一点连续 它在这一点的领域就有界 那么现在这个定义呢 是指函数在整个区间上连续的话 那么它在整个区间上有界 那么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定义 那么我们这里需要证明一下 那么需要说明的 如果一个函数在开区间 AB 上连续 它不一定在开区间 AB 上有界 等会我们会去翻例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证明这个定义 好 我们证明这个定义 正这个定义我们采用反正法 我们也就是说 假设 Fx 在 AB 上是连续的 这我们要退矛盾 我们看怎么来退矛盾 我们假设 Fx 在 AB 这个 B 区间上无解 好 我们这样 Fx 在 AB 这个 B 区间上无解 我们现在加 AB 分成两个 B 区间 一个是 A 一个是两分子 A 加 B 还有呢 是两分子 A 加 B 还有 B 我们把这个区间分成两个 大家想看 Fx 在这上面是 AB 区间上无解 那么它在这两个 B 区间上怎么样 能不能在两个 B 区间上都有解 不可能 如果它在这两个 B 区间上都是有解的 那么它在 AB 区间上也是有解的 所以把 AB 这个 B 区间分成两个小的 B 区间 那么 Fx 至少在其中一个 五件 Fx 在其中 质业 至业 五件 以及 这个 小的 B 区间 计它为 A 我们用 A 页 B页 用 A 或 B 好了 我们再把 再将 A1 B1 分成 A1 两分子A1 加B1 两分子A1 加B1 B1 好了同样 我们说Fx 在 至少 在 其中之一 无限 G他为 现在G他为什么 A2 B2 我们这个过程一直可以做下去 大家发现我们 已经各做了一个什么 B区间套 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 得到了什么 这个B区间套 AMBM 这个B区间套 注意 有一个特点 就是Fx 就是Fx 在每一个 这个B区间套的每一个B区间当中 都是无限 Fx 在每一个AMBMB区间上 无限 这是一个 那么利用B区间套定理我们知道 这存在了 这存在了唯一的一个C 它是属于AB 而且是呢 这个C应该不仅仅属于AB 属于一切 ANBM 是对一切 并且 我们 Limit N 虚无穷大 AN 跟BAN的极限 就是C 那么 这个C肯定是在什么 是在AB 笔区间里边 它是属于每一个AMBM 好 那么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 由于 C是属于AB的 而Fx呢 它是在AB B区间 联选 那么Fx 在 C C 点 联选 于是 我们有什么 根据我刚才讲的 在C C 这一点的小领域里 在局部 在C 的局部 这个Fx是有界的 换句话说 我可以什么 存在了一个 一个是存在 D大大大于零 还有存在 M大于零 对Hx 属于 属于什么 属于C的 D大领域 当然 它要跟 AB 这个区间 交的范围内 在 C的小领域 当然 它也要 首先要在 AB 这个B区间上 存在 存在 存在什么 Fx 小领域 M 好 为什么 因为Fx 在C这一点连续 所以 在这一点的 C的 绝部范围内 它是有界的 它是有界的 是有界的 那么 大家先 现在再看 我们说 这个C C是什么 是A N 比E N的局限 但是 我们可以注意 大N 充分大的时候 大的时候 A N B N 这个B区间 只要N充分大 它就落在了 小大欧 C ETA 就是C的 A大领域 跟 AB的 角 上 好了 那么 现在 矛盾出来了 为什么 大家想看 这个 Fx 在 C的 Delta 领域 是有界了 但是 A N B N 现在 落在了 它在 C的 Delta 领域 当中 那么 F在这里面 有界了 那么 显然 它应该在 A N B N 这个B区间上有界 但是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B区间套 它的 怎么找出来的 我们找出这个B区间套 是什么 对每一个 Fx 在A N N B N B区间上 是无界的 那么 这就产生了矛盾 矛盾 而矛盾 产生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我们 我们 假设了 Fx 在A B B 区间上 是无界的 我们说 我们采用 反正法 我们假设 Fx 在A B B 区间上 无界 我们要推矛盾 到现在 这里 我们矛盾推出来 怎么样 因为我们证明了 Fx 在XE的 领域里面 是有界 而A N B N 大N 充分大 是落在这个领域里面 好 Fx 在A N B N B区间上 变成了什么 有界了 这跟我们 原先 A N B N 这个怎么来取到 这个产生了矛盾 因为A N B N 我取的时候 Fx 在每一个 A N B N B区间上 都是无界的 好吧 这是第一个定理 它告诉了我们 这个函数 如果是在B区间上 连续 那么 这个函数 在B区间上 就是有界的 那么 如果函数 在K区间上 连续 那么 我们看 Fx 我们 假如是X分之夜 那么 它在K区间 连续上 是什么 是连续的 这我们证明 但 Fx 在 零页上 无界 也就是说 K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是不具有 这个有界性定理 这是一个反例 好吧 那么 这是第一个 那么 B区间上连续函数 第二个定理 是什么 是最值定理 最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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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它的定理叙述是这样的 3.4.2 我们说 我们说Fx 在B区间AB上 连续 那么它的价值是什么 这 Fx 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小值 换句话说 G 我们是能够找到 或是存在一个克西 A党 所以AB 死的 死的怎么样呢 死的 Fx 等于 阿 是这样 死的 Fx 死的 Fx 大于等于 Fx 小于等于 Fa党 死的 A一切 X 所以AB 换句话说 这个 Fx 是F的 最小值 Fa党 是F的 最大值 但是 这个最小值 最大值 怎么 在 x跟 a党 是能取到的 大家看看 这个定理是这样 叙述的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 盘数 Fx 在 B区间上 连续了 那么 我们说 它一定能取到 最大 最小值 那么 怎么来证明 我们 这样来看 我们这样来看 根据刚才的定理 我们知道 Fx在 A B区间上 连续 它一定有界 换句话说 Fx的 直欲 是不是有界界 我们用 R F 表示 Fx Fx 所以 A B 是有界界 有界界 我们说 它是有界界 什么意思 既有上界 又有下界 好 那么 我利用 利用 区界存在定义 我们利用 区界存在定义 区界存在定义怎么讲的 有上界的 非空有上界的结合 必有上区界 非空有下界的结合 必有下区界 那么 现在 RF 是F的直欲 当然非空 现在我们有刚才的定义 知道它是有界的 那么 它一定有 什么 由上去界 也有下去界 换句话说 我们利用 Alpha 是等于Infinite 是RF 这个Veta 是等于什么 Superium RF 我们用Alpha 跟Beta 来表示 F直欲的 下区界 跟上区界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直欲的 下区界 这个下区界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属于 RF 这个结合 如果Alpha 是属于 Alpha 这个下区界 是属于RF 这个结合的话 那它取到了 但是Alpha 是不是属于RF 我不知道 Beta 是不是属于RF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 是要证明 Alpha Beta 都是属于RF 这个结合的 我们怎么来证 我们这样来看 现在 我们证明 先证 怎么呢 Alpha 我们存在 我们怎么来证 存在了这样一个克西 使得克西的函数值 就是等于Alpha 好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Alpha Alpha 是等于Infamous RF 由这个 Alpha是下区界 什么叫下区界 下区界就是 最小下界 最小下界也是下界 所以 对一切 X所以AB 大家看 Fx 大于等于Alpha 是肯定的 Alpha是下界 对对一切 X所以AB 那么我们说 Fx 是B 不会比Alpha小 这是第一 那么下区界 另外一个 是最小下界 最小下界 也就是说 对任一比重大于零 我们说 Alpha 加上一比重 就不是下界了 Alpha最小下界 那么加上一比重大于零 就不是下界了 不是下界了 是什么呢 就是存在了 存在了什么 存在了一个X 所以AB 10大 10大 Fx 大于 小于Alpha 加一比重 我们说 对任一比重大于零 Alpha 加上了一比重 就不是下界了 不是下界就有X 它的函数值 比Alpha加一比重小 好 现在我们注意 这里是对任意的一比重大于零 既然是任意的一比重大于零 我取 我取 一比重N 是等于N分之一 可以了 我取一比重N是N分之一 那么 我一定存在了XN 所以 AB 使得什么 F F XN 小于Alpha 加上N分之一 是YN 对着 好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因为DHX Fx 大于等零 Alpha 这大于等零 Alpha 好 我们 得到了 在AB B区间上面的 一列XN 它买着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XN 是一列数 XN 是不是缩练吗 不一定 为什么 有介数的 XN 在ABB区间里面 它是个有介数的 有介数的 不一定缩练 但是我们有近 有一个什么结果 大家想看 我们说有介数的 B有什么 缩练子的 那么 大家看好 XN K 缩练 它缩练到 KC 所以 KC一定在哪里 是不是 大家想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么 我们 现在来看 XN 在ABB区间里面 它有介 一定有子类缩练 而缩练的机械 一定也在这个B区间里面 好 这个知道了 那么 现在我们这个 不等设 是应该用XN K 小一α加上NK分子液 大于等于α 现在我令 现在令什么 令K 去向于无穷大 K去向于无穷大 大家看好 我们用极限的加别性 这里 左边是α 右边去向于α 那么 中间的极限 只能是α 只能是α 现在 再做一件事情 我们说 这个函数 是在ABB区间上连续的 它一定也在XC这一点连续 所以 所以 XNK是去向于XC的 F X连续 大家想想看 这个 这个 在不等设的中间 F XNK 它 当K去无穷大的时候 它收敛什么 这个收敛到 F XC去 它 它收敛到F XC 为什么 因为F在XC这一点连续 好 左右加别 就等于α 左右 那么 大家看好 我们找到了 在ABB区间上的一点XC 而F在XC这一点的值 是α 换句话说 这个函数 在ABB区间上面 怎么样 取到了 最小值 α 本来这个α是下去界 本来这个α是下去界 现在 这个α是能够有一个点 在这一点函数值是α 换句话说 α现在是 成为什么 是最小值 不仅仅是下去界 而是最小值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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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存在了一个什么 α 所以AB 是大 F α 是等于β β β是什么 是函数值欲的上去界 那么 同样也是能够取到的 同样也是能够取到的 好 下面 我们做一个说明 这个最值定理啊 最值定理是B区间上连续函数的一个 满足的一个性质 开区间上的连续函数是不是有废值定理 那么我主要理直 F X 等于X 啊 那么X是开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大家想看 这个函数在开区间 0 1 连续 有界吗 有界 它的值欲什么 是大 从0到1啊 FX等于X 大家想看 现在 现在 α 等于Infimum 这个RF 是等于什么 是0 β呢 是等于Supremum RF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1 但是 不存在 Csi A大 所以0 1 10 F C 等于0 F A大 等于E 换句话说 Fx 等于X 这个函数 在0 1开区间是连续的 它的值欲是有界的 当然有下区界 上区界 但是 上区界跟下区界 都是取不到的 换句话说 这个函数 在0 1开区间里 没有最大值 也没有最小值 它取不到最大值 取不到最小值 对 它的下区界是0 上区界是1 但是函数 但是函数 在这里 没有一个点 在这个点上 函数字 是取零 取叶 所以 我们刚才介绍的 追着定理 这是 是函数 连续函数 零点存在定理 这个定理是 数据上是 定理3.4.3 这个定理是这样叙述的 SX 在 在B区间AB 上连续 如果FA FB 小于0 换句话说 这个函数 在 在单点的函数字 是1号 就是说 一个是小于0 另外一个就是大于0 它们不是同号 好 那么 这 存在 C C 是在AB 开区间里面 10 F C 等于0 这是函数的零点 在 AB 开区间里面 一定存在了一个 函数的零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定理 我们来证一下 我们这个证一下 我们不设一般性 我们设 FA 小于0 FB FB 大于0 当然也可以FA 大于0 FB小于0 我们不设一般性 我们就 A的函数字小于0 B的函数字大于0 大于0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考虑的这样一个结合 这个结合是什么呢 是X的结合 是Fx小于0的结合 当然X是在AB B区间里面 那么我们作为V当中的一个元素 那么凡是在AB B区间里面 还数字小于0的X拿来 我们构成这样一个结合 那么关于这个结合 大家想想看 首先 A点是在这个结合里面 为什么 FA 小于0 大家注意 所以A是属于V的 而B是不属于V的 因为FB大于0 对的 是吧 好 我们现在 考虑 C是Suprim V V 我们考虑 这个Suprim V 就是说 V这个结合 它的上去界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V 肯定有个上去界 C C 是在哪里 大家想 我们说 C一定是在AB 怎么样 开区间里面 为什么 大家这样看 我们 我们由于FA小于0 由F的连续性 因为F在B区间AB连续 当然在A点也连续 我存在的 我存在了一个 存在了 D1 大于0 死的 Fx 怎么样 对于一切X 所以A A加 D1 Fx小于0 B 在这里 D2 同样 由于FA FV大于0 由F的连续性 那么存在了一个D2 大于0 死的 Fx 它大于0 是对于什么 一切X 所以B B D2 B 好 在这里 函数都是大于0 就靠近B的一个小领域 函数值都是大于0 靠近A的一个小领域 函数值都是小于0 那么大家看好 这C是吧 所以 C肯定 不在这里边 也不在这里边 所以 所以C呢 一定是谁 A B 开局间 首选 那么我们现在要证什么 现在证 F C 等于0 这C就是我们要找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定理里面说的 一定有一个C 死的函数F 在C这一点的函数是0 那么我们说 好 我们找的这个C是什么 是这个结合V的上去界 上去界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证明 F在C这一点 是 正好是函数值是0 我们这样来看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X是V的上去界 我们取 XN 所以V 而且呢 XN 趋向于可西 这可以啊 这可以 为什么 因为可西是它的上去界 是 就是我们在V当中取一个XN 让XN 曲向于可西 那么 大家注意 F XN 是小于0的 为什么 XN在V当中 V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合 是函数字小于0的结合 那么 XN 曲向于可西 那么大家看看 F 可西 就是等于Limit N 曲向无穷大 F XN 这是为什么 大家看 因为 函数在可西这一点连续嘛 是吧 连续 那么有这个设置 而F XN 小于0 它的极限呢 一定小于等 一定小于等 好 我们知道了 在可西这一点 函数值是 不可能大于0的 但是 是不是可能小于0呢 假如 F 可西 小于0 怎么样 那么我说 一定存在了一个 存在了得到大于0 在 可西 简单的打 可西 加得到大上 F 怎么样 小于0 假如 在可西这一点 小于0 我们说 函数在这一点连续 因此一定有一个小领域 在这小领域里 在这小领域上 函数值小于0 那么大家想想看 现在 可西是什么 可西是V的上去界 对啊 V的上去界 那么V什么 还是这小于0的点的结合 那么大家想想看 我 V的上去界 肯定比可西要大了 于 可西的定义 你 这毛肚 为什么 我 假设 F可西 小于0 我就马上退出毛肚 那么既然这样 所以 只有正和 所以 F 可西 等于0 等于0 这就是 这个 这个 B期间让连续函数的 零点存在定理 如果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它在两个单点它的函数值一号 那么在中间一定有一个零点 当然这个零点至少有一个 可能有几个 但是至少它存在一个零点 那么这是关于零点存在定理的证明 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我们去讲例子 例题 3.4.1 现在有一个多项色 px等于两倍的x3次方 减掉两倍的x平方 减掉三倍的x 减掉三倍的x 这是个多项色 我们碰到多项色的话 我们往往要考虑它的根 那么这是一个三次多项色 它有没有十根 那么我们三次多项色 知道肯定至少有一个十根 然后呢它的根在什么范围内 那么利用刚才讲的零点存在定理 我们可以基本上怎么样 判断出它有几个根 而这些根大致在什么范围内 那么我们来解决看 我们这样 我们说x 我用2 用几个数啊 用-2 0 1 3 我们带到这个px里面去 我们算一下 4 2带进去 我们发现 是什么 是负的 0带进去 我们发现是正的 1带进去 发现是负的 3带进去 发现是正的 那么我们说 利用0点存在定理 我们知道px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多项色肯定是个连续函数 对不对 那么 在负2跟0之间 有一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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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系 好了 0一之间 又有根 一三之间 又有根 换句话说 这个三次多项色 它最多算个根 现在我们发现 在负2跟0之间 有一个四根 0跟1之间 有一个四根 1跟3之间 有一个四根 而其他地方 没有根 但很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 事实上 所以pxr 我们是可以因此分解的 它是等于2 乘上了 x加1 x解2分之1 x解2 你们不妨把这个多项色去因此分解一下 诶 发现什么 它的根1的是负1 一个是2分之1 一个是2 克1就是负1 克12就是2分之1 克13就是2 那么我们利用 如果这个多项色不能分解成这么好的形式 那怎么办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零点存在定义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它在什么范围内 有几个根 那么 这个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拿到一个多项色 没有这么好 可以分解成这么一整齐的这个映射分解 对 那么我们应用零点存在定义 是一个很有用的这个工具 可以判断 它有几个根 它的根大致在什么范围 好 这是一个立体 立体 3.4.2 那么 假设 F X 在 B 区间 AB上联续 联续 另外 F AB 这个表示它的质欲 就是说 这个AB区间 这个 经过F的映射 得到的一个结合 它包含在AB区间里面 就是说 F 关于AB区间的这个值 它的值欲包含在AB的B区间里面 那么我们说 那么我们说 这 先认识 这存在了一个克西 所以AB 存在了克西 所以AB 死的 F克西 所以我现在不是说F克西等于0 而是F克西 而是F克西等于克西 这个克西 我们称为F的不动点 不动点 所谓不动点 就是F将克西映射到自己 就是说 克西的像还是自己 就是说 克西经过F的映射没有动 所以成为F的不动点 不动点 那我们怎么来走 我们这样来走 我们这样来看 好 大家注意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F的不动点 我们要求F的不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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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就是求G的零点 大家看对不对 求G的零点 G的零点 就是F的不动点 我们是这样来看 好 大家注意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F F AB的像 包含在AB B区间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 也就是说 F X 大于等于A 小于等于B 这是对一切X 所以AB 这对啊 好 那么大家想一看 现在我们看 GA怎么样 GA 是FA-A FA 大于等于A GA 大于等于0 Gb 小于等于0 这很显大 大家想对不对 好 那么我现在分头讨论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第一 GA 等于0 怎么办 这 X 就等于A了 就是GA等于0 FA等于A 那么 不动点就是A 第二 第二 Gb 等于0 那么 这 这 X 就是等于B 就等于B 那么我们第三个 看一下 现在 现在是GA 不等于0 就大于0 Gb 小于等 好了 我们 我们知道 G 在AAB 这两个区间端点上 它是E 好的 这 存在了一个X 所以 开区间AB 使得 G X 等于0 G 在 AB B区间两个单点一号 那么在当初 在AB 开区间里面 有个0点 那么 F X 等于X F X 这是 关于B区间上连续函数 如果 它的直律 也包含在AB里面 那么 在开区间AB 一定有个不动点 我说错了 就是说 在S 一定有不动点 这不动点可以是 单点A 或者单点B 好 那么我们把 把这个 把这个问题 我们换个头来看看 我们说 现在 比如说 这是A B 函数 F X 定义在AB区间上 那么 它的函数值 小1等于B 大1等于A 换句话说 就是 它的函数值在什么 是在AB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正方形里面 如果我画个图 就是 F X 比 大1等于A 小1等于B 你比如说是这样 是这样 对 那么 我们说 我们要找一个不动点 C F C 等于C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是看这条对角线 这条对角线是 Y等于X 那么 好 这里 我们说这条对角线 跟这个函数的什么 图像 一定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就是C C 这里 就是C 在这一点上 函数值 跟C 是一样 是这样 那么 这个 这是关于 F C的 这个 有一个不动点的 F X有不动点的 这样一个 例子 那么 下面 我要说明 F X 假如 F X 在 开区间 AB 上来 去 好了 F 开区间 AB 它的 植域 在 开区间 AB里面 我 我要问 是否 是否 F 也有 一个不动点 不动点 注意 这不动点是在 开区间 是否 在开区间上 也有不动点 也有不动点 那么说 结论 结论 是不一定的 结论 结论 是什么 不一定 举个反例 那么 我们看 F 当然 有两分之 X 它在 零 零 零 什么 开区间上 连续 连续 而 F 把零 一开区间 印造过去 是什么 是零 二分之一 包含在零 也里面 但是 我们说 这个函数 但是 F X 等于 两分之X 在 零 一开区间上 没有 不动点 没有不动点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不动点的结论 是对 B区间上 连续函数 才具有 如果 我把B区间 换成了K区间 这个结论就没了 就没了 那么 今天我们 先讲三个 关于 B区间上 连续函数的 性质的结果 一个是 一个是有界性定律 一个是什么 是罪质定律 一个是零点存在定律 那么 还有一些结果呢 我们留到下一次课再讲 好吧 今天的课讲到这里 那我今天补诺 我今天补诺 请不吝点赞